他的耳機孔其實還蠻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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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聽起來都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底噪也幾乎沒有非常非常的低 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他的耳機孔其實還不錯 他的耳機孔其實還不錯 就是底噪超級無敵的 沒有一些很奇怪的底噪在下面 所以就已經很棒了 他的耳機孔其實還蠻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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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太誇張的底噪 就整個還蠻乾淨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的耳機孔其實還蠻讚的 他的耳機孔聽起來其實還蠻讚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底噪也非常非常的低 幾乎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的耳機孔其實蠻讚的 就是聽起來 他的耳機孔其實蠻讚的 就是底噪還蠻低的 沒有什麼的 他的耳機孔其實還蠻讚的 他的底噪其實蠻低的 沒有什麼太瘋狂的那種 奇怪的底噪噪音在下面 那聽起來 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 所以他很容易被驅動 但是如果有加什麼 阻力比較大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音量可以開得還蠻 中間的就已經很大聲了 哇塞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他沒有什麼太多底噪 很乾淨 那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啊 但是 哇塞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那聽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 底噪也非常低 那很乾淨 那 哇塞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那聽起來很乾淨 沒有什麼底噪 就很乾淨的聲音啦 那因為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 那推的很簡單 就可以把它推動 大概聲音在中間以下 音量就還蠻OK的 那如果你有更大的什麼 耳罩式耳機 推不推得動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監聽耳機 中間就差不多 我可以聽了 那你再往上 我就不知道到底 推不推得動 哇塞 這耳機晶 哇塞 哇塞 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那 我 哇塞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聽起來就沒有什麼太多底噪 就是很乾淨的聲音啦 那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 所以也是因為監聽耳機 所以 哇塞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聲音非常乾淨 底噪幾乎沒有 非常 哇塞 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聲音非常乾淨 底噪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非常乾淨 那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去監聽的啦 那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乾 這金 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聽起來很 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非常 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這金 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的 這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的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幾乎沒有 這個耳機孔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的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聽起來非常乾淨的聲音 那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來聽的 那它的推的 那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的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聽起來非常乾淨 那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聽的 所以它的推 就是推動還蠻簡單的 不用太多的電就可以來推動它 那如果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的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聽起來非常乾淨的聲音 那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來聽 那它的電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的電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的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聽起來非常乾淨 那我現在是用監聽耳機 聽這些聲音 那監聽耳機 就很容易去推動 那音量大概就是在中間以下 就可以推動了 那如果你要用什麼更浮誇的 耳罩式耳機 推不推得動 這個我就不太知道 到底推不推動 反正我現在監聽耳機 音量中間以下就可以推動 這個耳機孔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的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乾淨的聲音 那我剛剛聽是用監聽耳機去聽的 所以它其實也蠻好推動的 那音量差不多在中間以下 就可以輕鬆推動這個監聽耳機 但是如果你有更大的 大型耳機 這個我就不太確定了 反正 也許會有什麼 出來的 空間 玩耳機